大家好,我是大俄小七全民企務公務團隊 我們是今年居領域中美科技獎募金的獲獎計畫 我是來自主委工作室的任強 我們這個計畫在幹嘛? 這個計畫是我們希望可以去整合政府的一些資訊 包括表函還有跟水利相關的一些資料 因為這些資料政府傳言公告 但是這些資料常常都很被藏的理念 或者是不是那麼容易閱讀 所以我們這個計畫是希望去整合這些政府的資料 然後把它做成一個像D5式的品牌 可以比較容易的讓人們去閱讀 然後可以搭一起來監督系列不相關的工程 所以我將會大概前面一半會介紹我們這個轉欄 那後面一半會講我們跟Meti Data是怎麼應用Meti Data 大家先看一下這張題 這是我們前陣子的一個成果 就是我們爬去了自2010年 就是這片子採購網 啟動以來到2019年的所有跟河川相關的標案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越紅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累積越多金額 在河川整治上面越高金額的部分 大家都猜一下像是那個南投或是像淡水 大概花了多少錢10年來大概花了多少錢在整治上面 有沒有要猜一下 100億是不是 就是 欸是不是這樣跟我看 喔 OK 那個 121以上 那 就是 我剛剛為什麼特別提淡水 因為我們是組織工作室 我們是大概淡水一組 那 這麼這麼多的錢 你看10年來累積的121的錢 投入在跟河川和水利相關整治上面 那它實際上它的成效其實是有帶給你的 為什麼這樣講 先介紹一下組織工作室 讓它看起來很漂亮 這個是在淹水以前的樣子 我們10年前 10年前淹過一次大水 然後花了很多心力整理起來之後 就一片想河 到2年前又淹了一次水 然後又就是整理之後 在今年淹了兩次 就是 事實上 事實上就是 呃 整個地球 它氣候是一直在變遷的 那 它降雨 降雨的狀態 越來越偏向即降雨的情況下 過去所做的這些 跟河川整治相關的工程 其實並不一定是那麼實際上 呃 在現在是那麼恰當的 好 那 呃 剛剛有提到我們是會在淡水組織的一個 這個 國際所村 那我們那邊有 我們有六間房間 我們有一些展覽的空間 我們還有可以上課的教室 那我們每年都會接待很多國外的藝術家 在我們這邊進駐 我們也會送國內的藝術家去國外 那明年 今年24年 明年是我們在組織的第25年 我們會有一系列的25週年有關的工作方法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查一下 那我們在組織 我們的計畫很多都是跟社區跟環境有關 我們在這邊25年 我們辦很多跟在地互動的一些工作方 那我們也在關心當地的一些環境 我們每年會辦大概兩次的開放日 下一次在10月27號 2627 就是會有一些展覽 還有一些手作課程 也會有檀位這樣 就是大家有興趣可以來玩 好 那講這麼多 就是我們到底 就是這麼一個奇怪的藝術村子 會出現在Costco上面 事實上呢 就是在2012年的時候 由徹長的馬力老師所發起的一個計畫 叫做素美空西環境藝術行動 那那時候大概 為什麼會有這個計畫 就是因為 我們覺得說 與其花那麼多的經費 一直在可能在整治淡水河 在整治可能大喊西基隆河 這樣子大家比較耳熟能詳 一些主要的溪流 但是 但是 其實它上面是有非常多的 像素美空西這樣子的支流 素美空西是從 平頂 就是北口上面平頂那邊 一路流下來 經過了城市 經過了一些農田 經過了馬街醫院 然後最後 直接匯入淡水河 所以如果這樣子的小溪流 沒有被 沒有被好好整治的話 也花再多錢在淡水河裡面 就是它 它 它終究還是受到汙染 所以 那時候就辦了很多場的工作坊 像是有 什麼素美空西早餐會啊 就大家一起來吃飯 然後還有大家 教大家怎麼用酵素去做一些 呃 怎麼用果皮去做酵素之類的 呃 這樣子類似的一些 一些計畫 那希望可以引發 就是社區居民主動的去關懷 他們身邊的這個小溪流 那 這個是 這個是 左邊 左邊那張照片是素美更新 在2011年的時候 呃 我們 我們每 呃 基本上每兩三個月 就會去 帶 帶社區居民 和 就是 喜歡 喜歡環境的人 相關人士 去 有一個走西的活動 那 大家可以看到 右邊那個是在2015年的時候 就是 應該說2014年的時候 蘇聯工具被施工了 但我們是一直知道 知道 他已經完工了 我們才發現 那 這樣子的工程 其實並不是說 並不是說 這樣子的工程不好 就是 就是 他 雖然他把兩色水捏化 然後他底下也用大石頭去把它鋪平 這樣子對於 對於排水 呃 對於他們 計算他的水力的效益 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甚至對於整治 呃 應該說 蘇菌 是會有幫助的 但問題是 他對於生態 其實會有非常大的破壞 那 會不會有更好的方式 可以去 可以去處理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查一下 呃 海邊城市 或者是 自然工法 這樣子的關鍵組 好 那像這樣子的工程 是什麼發生的 呃 呃 目前台灣的標案 流程大概長得這樣 就是 除了政府每年規劃好的標案之外 另外就是民眾 比如說 比如說今天我覺得我家旁邊一直淹水 我就去跟李長講 所以 這樣子的民眾通報之後 上面的主管機關就會去審查 然後 如果審查過就會去編列預算 那如果今天 今天 呃 這個工程 確定開標的話 以目前的狀況 大概 呃 就是基本上 他就會在政府電子採購網上面 公告開標 當然有例外 但我今天就 就 這邊就先不提 那他在政府電子採購網上 公告開標之外 他也會公告絕標 在 絕標之後 很快的 那個時間是非常快 就會有施工說明會 他一些 一些可能比較 比較非公開 他可能只會通知李明 就是 可能會有施工說明會之類的 然後很快就開始施工 所以在過去的時候 往往我們知道 一個地方要被 要被施工 就是要 呃 有標案發生 大概都是看到這樣子 綠色的牌子 就是這個 施工的 資訊說明牌 但是 那個 資訊說明牌上面 呃 其實 沒什麼 太重要 呃 不能這樣講 就是上面只有很基本的資訊 就是可能他工程名稱 然後他招標的單位是誰 他承接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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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提早到 開標的時候 所以 呃 我們平台在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希望 在今天一旦有一個工程 他在政府電子採購網上面公告 那他可能是跟某個水系 呃 呃 當作當作一個 當作一個 框架 就是今天這個 這個工程如果被 確定是要在這個水系施工 那 他就會主動的去通知 關心這個水系的相關團體 和相關的 民眾 那我們的計畫主要分成三個部分 就是 第一個是 Mattermos 呃 大家知道slack嗎 比如用slack slack 呃 Mattermos 基本上是跟slack長得 幾乎一模一樣的一個東西 那 但是 Mattermos 他是開源的 而且他有中文 所以 我們當初在做選擇的時候 就是 最後選用Mattermos 是因為 其實主要就是因為中文的原因 因為我們的這個頻道是希望去 去 讓 呃 關心 關心河川的一些團體 那 這樣子的團體其實很多 裡面可能都是 就是 大家其實並不一定對英文是那麼神奇 所以如果我們用slack去做這樣子的頻道的話 其實 呃 他們是台式的 那 目前他們大概都是在Facebook的社團上面有 呃 像是 像是城鄉核心論壇 或是全南洋核心網 這樣子的社團 那 呃 但是這些社團 因為是臉書社團 臉書社團 他的資訊是很容易 就是被洗版 然後也不容易去做 有效的去做整理 所以我們希望把這樣子的資訊流通 轉移到我們的Mattermos 裡面來 那第二個就是今天的另外一個重點 Wikidata部分 那 Wikidata這一次是做為 因為我們在執行我們這個計畫過程中 我們發現 我們一開始很天真的覺得 這個就是 河川的資料庫政府應該有 呃 事實上是 不能說沒有 但是 很不完全 就是 他的內容 呃 我們需要的 我們 我們期望的是 他們會有很多詳細資訊 然後一個很完整的清單 但結果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就在想 那我們是不是有機會 我們可以自己建一個 屬於 就是 自己建一個開源的 河川資料庫 所以我們選擇 Wikidata 那再來就是我們平台本身 大家要小心 這個地圖平台本身 我們會把 標案標點 呃 標在河川的水系上面 那我們也會有一些 可能突資處理的一些功能 好 所以 為什麼使用Wikidata 剛剛有提到說 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希望可以整理 就是開源的河川資料庫 那 那全台灣 全台灣 事實上是有 上千條的 從大到大小小的溪流 大概有上千條 這麼多的河川 呃 我們是不可能 由我們團隊 我們團隊其實就兩個人 就我和另外一位同事 就是他今天沒有來 我們兩個人 是不可能就是 整理完這麼多的資料 所以我們希望選擇一個是 呃 有點類似共筆性質 然後 然後又是 比較資料庫 資料庫型態的一個 一個平台 那就是Wikidata 那 因為他是 剛剛大家如果前面有聽 前面兩個的話 前面幾個的話 就是Wikidata 他的填寫 就很像是 就是 你只要有一個參數 比如說我今天拿到 我這一條河川的梅子 然後他的 可能我拿到他的長度 和拿到他的上下有關係 我就可以很很很很容易的 直接填進去 它不像 Wikidata 不像那個 維基百科 我今天在獲取一個資訊之後 我可能需要先 自己進行一些消化 好不好揉一揉之後 再丟進 維基百科裡面 然後丟進去之後 我可能會被人家質疑 就是可能不忠於 不忠於那個原本的reference 或者是可能翻譯品質不佳之類 就Wikidata 比較不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再來就是他 不容易被惡意創改 呃 不能這樣講 就是像 像維基百科 大家一定很常聽到 維基百科 又被亂改的這種狀況 那當然 當然因為社群很強大 就是會馬上去把它修整 但是 那是因為 維基百科 經常性的會出現在 Google搜尋的非常前面 甚至很多時候是第一個 像我現在如果搜尋淡嘴核的話 第一個跳出來一定是會移基百科 那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呃 Wikidata反而 他是在Google搜尋 是搜尋不到的 就是他會用 他會用其他的方式 像是剛剛有提到的 那一些 搜尋建議之類的方式 出現在 出現在 公開的地方 但是他並不會直接說 比如說我搜淡嘴核 就出現Wikidata淡嘴核的條路 是找不到的 所以 他其實不太會被2E修改 因為 因為修改他沒有意義嘛 修改就是去2E修改 他別人就看不到 所以他其實是比較不會被2E修改 那再來就是 呃 剛剛上 就是前面 前面姐姐也有提到 他可以用Sparkle去爬資料 所以 對於我們要做資料處理來說 就是一定是比一個文本池來保佑 那再來就是他的資料是CC0 就是Wikidata的資料是CC0 所以 呃像我們這樣子一個 開源的計畫 就是 資料 資料是CC0 對我們來說 就不會有 使用上的一些授權問題 再來就是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是Wikidata它的 它的那個ID 就是那個Q多少多少多少 那個值是唯一值 就是說 它永遠不會有重複值的問題 那就算今天有兩個同樣名字的 同樣名字的東西出現在 Wikidata上面 它也可以去標註 有其中一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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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相異物 就是它可以去標註說 這條淡水盒 像是淡水盒 我們現在如果搜尋淡水盒的話 前面幾個 第一個是台灣的淡水盒 第二個是中國 北京的淡水盒 上海的淡水盒 之類 就是它可以去標註說 這些淡水盒之間是相異物 像這樣 就是 這個 這個是 呃台灣的 這條淡水盒裡面的 相異物的欄位 它就有另外兩條淡水盒 被標準相異物 所以我們在爬 Wikidata的資料下來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知道說 OK 就是除了這條淡水盒之外 還有另外兩條 不一樣的淡水盒 另外就是 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這個計畫 會以水系做為我們的根本 就是 就是我們所有的 能標案的關聯 之類的 都會用水系去框 好 Wikidata它也可以收入 支流 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資訊 在裡面 像這個是淡水盒的支流 這邊其實沒有全部 那我們也還在做整理 反正我們會把它放上去 像就是 心電C 大NC 這些都算是 樹莓坑系 這些都算是淡水盒的支流 好 那 那 接下來就是 Wikidata Query的部分 就剛剛有提到說 可以用Sparkle 它可以用Sparkle語法去爬 那 Wikidata Query 基本上 它 它 它要說好用 就是你如果不懂 Sparkle語法的話 其實它會非常難用 就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畫面左邊 它算有一個 比較圖像化的 然後可以用下拉選單去跑的一個 一個 一個介面在 但是 從那邊其實很多功能 會點不出來 所以 一般來說 還是直接用 直接用Sparkle語法去寫 那 呃 這邊 這邊大概意思就是 就是 就是 這是我們用的語法 就是 就是 它的 我們要的這個item 這個item 它的上級 它的性質 不過它性質的上級 是天然最高 呃 為什麼這樣講就是 因為它的性質 可能不會直接被標成天然水道 它有可能會標成河川 或是標成溪流 那 河川和溪流的 的性質 是天然水道 所以 所以 如果我今天 比如說像 像 淡水河 它被標成河川 但是淡水 但是 它被標成河川 但河川的上級 是天然水道 所以它也會被抓進來 那再來就是 呃 它是一個位在 它的國家是位在中華民國 那 我們要的 我們要取得資訊 就是 Usternal的部分 就是我要它疊名 然後我要它注入河流 因為我們要做水溪谷嘛 然後 還有它所在行政區 和 它的 座標 然後 它 就是 Wikidata也可以 也可以 連那個 Wikidata 連進去 後面會提到 那它爬出來之後 大家就想想想想 反正就是一個 就是 呃 這就是那個 剛剛大家應該有看到 就是Wikidata Query的 它有網站的界面 然後大概 它跑完之後 像這樣子 呃 這邊大概一千 一千三百 一千三百條左右 那就跑了將近八秒鐘的時間 這樣 呃 那到底算快嗎 反正 就是 就是它跑出來大概是這樣 那它可以在上面可以直接下載成 CSV 或JSON 或一些 就是大家比較常使用的格子 那當然 對我們來說 因為我們資料下來 是要直接進程式去做處理的 所以 Wikidata Query非常聰明 它直接提供了一個代碼服務 就是在那個 紅色方向那邊那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這樣 它裡面包括 HTML PHP JavaScript 呃 Java Python之類的 就是 就是它直接都幫你寫好了 我們只要把這邊的程式 複製 然後貼到 貼到你的專案裡面 就可以直接用 就是可以直接用 Wikidata Query 爬出來的資料 那我們專案是用Python 好 這邊提一下 就是它上面的Python 是Python2 Python5 是Python2 這個是Python2.7 那 那個Sparkle Wrapper 在Python3.65 的 3.7的資源 好像 好像有點怪怪 反正我不是用這個 我用的是另外一個 叫Q Wikidata 那 因為我是用Python3.7 就行 好 那我們把 目前 Wikidata上面有的 核酸資料 大概 爬下來是1000多 但因為會有那個 不同 不同語言的問題 它會變不同條 所以實際上 實際上 實際上 在Wikidata上面的核酸 大概是 五六百條左右 那 但是 剛剛有提到 台灣 台灣基本上是有上千條 核酸 那我們從政府那邊 所拿到的資料 雖然不完全 但是 但是也是有一些資料 那 我們基本上 我們就是把這些資料 和 Wikidata資料去做合併 然後把它 也一個對進去 就是 就是政府的 這一條核 應該是 Wikidata上面的 哪一條核 然後這樣子的 一條一條去對的方法 去做整理 那整理完大概 就是大概五六百條之外 還有上千條的資料 還沒有做整理 所以 在這邊 值得提一下 是 我們在整理 核酸資料的過程中 有發現一個狀況 就是 最近其實 維基媒體基金會 這邊也有發現 一樣的狀況 就是有一些資料 應該是 應該是 就是 比如說 河川 而且它應該是在台灣的河川 那它就被改成 位在中華的民共和國 然後就變成 我們爬不到 那後來就查發現 其實 其實Wikidata上面 是有得要的 所以我們就要 就要把它修回來 這樣 那 剛剛有提到說 就只靠我們人 是不可能 不可能編完這麼多條的河川 所以在 這個是在5月18號 在 在摩子宮聊 那時候我們辦了一場 Wikidata編輯區 那基本上就是 我們邀請一些 對河川 有興趣的一些人 然後來學 怎麼使用Wikidata 那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 跟我們一起完善 就是 Wikidata上面的 台灣的河川資料 好 那整理完 剛剛講整理完 這樣上千條 河川的資料 上 剛剛也有提到 Quick statement的部分 那 Quick statement 它就是一個可以 是把整理好 表格化的資料 上到 Mikidata的一個方法 那 大概就長這樣 這個是我寫的一個 小小的腳本 然後 把 把我們前面 就是整理好的 表格資料 然後直接轉成 Quick statement的語法 它的語法大概就長這樣 反正就是 像 D A啦 就是我要把 我要把 Q 1029 某條C 然後 P403 P403應該知道 它注入河川 然後修 然後 修改成 Q 697324 這個 這個數字 OK 好 那 所以我們和 我們這個計畫 和 Wikidata的 就是合作的運作模式 大概就是長這樣 就是 今天一個使用者 他發現 他發現 某條河川 沒有在 呃 沒有在 沒有被我們的 平台 所 所 爬到 就是他發現某條河川的標案工程 我們的平台都抓不到 那他這時候他就可以上到 Wikidata 去修改 修改 或者說新增 新增 把這條河川加到 Wikidata上面 那 我們的平台 就會定期 目前也許一個月一次 會定期跟 Wikidata 去就是 跑剛剛的query 然後去把 去把 Wikidata上面的 台灣的河川名錄 去抓下來之後 然後 用這個河川名錄 當作 關鍵字 河川名字 和河川的別名 和河川的所在位置 這樣子的 的資訊 據說關鍵字 去 政府電子採過網 爬的資料 那這個部分 用的是 Run-Wikidata Ibi 那 在政府電子採過網上面 爬下來的資料 如果跟 這一條 就是這個使用者 所訂閱的 這個溪流 有關的話 他就會去通知 這個使用者 好 那這個 這個就是 剛剛 大家最前面看到 那個 2010年1月1號 以來 所爬下來的所有資料 那 這筆資料 會 上面的金額 累積會出來的 就是 大家一開始看到 那張 紅色藍色 那張 那我們這樣爬 為什麼2010年1月1號 是因為那個是 政府電子採過網 所啟用的日期 那 在更早的標案資料 基本上都只能找到一些 比較 可能是文件式 很多 甚至是PDF 就是拿到 也知道怎麼用 這樣子的格式 那 所以我們 基本上就是從 2010年1月1號開始做 那這樣爬下來 一直爬到 那個日期應該是 7月15號之類的 這樣子 大概11萬多 就是跟 就跟河川有關的工程 大概11萬多比 也就是平均每個禮拜 有200多比 那這邊可以提一下 是 就是那個 發包單位 基本上是 各式各樣發包單位就好 像我們都有 像我們 像我們有爬到其中一個是 台南市殯葬管理所 那就是 我們一開始想說 這應該是錯吧 這應該 這應該跟河流沒有關係吧 好像其實有 因為他是 他是那個 台南市某個公路 旁邊的河道要拓關 所以 所以他就 他就發了一個 發了一個表案 所以就被我們卡進來了 那目前 目前網站的 規劃大概長這樣 這個是 這個是網站的線稿 那 今天 今天 設計師會給網稿 然後 OK 那 那 基本上這就是我們線稿 我們大概 我們的網站大概就會是一個 比較地圖樣子 地圖的樣子 上面會有水溪圖 然後水溪圖 水溪圖上面會標 跟這個水溪有關的標案 那當然那個標案 你就可以 點進去看標案的詳細資訊 那當然 我們平台上面 就也會有一些 切換圖層啊 會出之類的 等等這樣 好 那 剛剛我們講很多 就是 Vidata 在我們這個網站上的 另外一個應用是 呃 這個是Depositor 那 Depositor是什麼東西 它是 呃 中研院的一個 開源計畫 基本上它是一個平台 可以上傳資料機 基本上是所有 因為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文件 它其實都支援 就是反正就是 它就是可以把資料上傳到它上面 然後目前看起來應該是 沒有容量上限的問題 那 那 它很特別的是 它在 資料上傳的時候 在關鍵字的這一欄 它是按Wikidata 是聯動的 也就是說 我今天可以在 關鍵字這邊 比如說 我上傳的這筆資料 是跟淡水盒有關的資料 那我就在 關鍵字這邊 key 淡水盒 然後 選 是台灣的這條淡水盒 的這個Q值 這樣子的好處是 剛剛前面有提到相 就是相異物的問題 當今天有 同樣名稱的 溪流的時候 我就可以透過 透過 我如果關鍵字這邊 只打淡水盒 我可能會不知道 它到底是哪一條淡水盒 但是因為它是 跟Wikidata連動 所以透過抓它的Q值 就可以直接知道 它是 台灣的這條淡水盒 那另外就是 OSM部分 就是OSM它的核川 這邊也可以 也可以填 Wikidata進去 Wikidata ID進去 那 目前 我們 我們核川的 就是核道的資料 有 有很大部分 應該也會使用 OSM作為我們的 Source 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 Wikicommerce Wikimedia Commons Wikimedia Commons 是 一樣是維基媒體 底下的 其中的專案 那是一個 可以放檔案的地方 那它就 也可以拿來放圖片 基本上 在這邊 放圖片 然後 填一些它的 基本資料之後 就可以在 Wikidata那邊 Wikidata 其中一個 套位提示 圖片 就可以 把 你所上傳到 Wikicommerce的圖片 連進 Wikidata的 Qs 所以 我最前面 我在跑 我在跑 query的時候 我也有抓 普遍下來 因為我們的網站 也會把 也會把 跟 跟這個 水系相關的 Wikidata上面的 有連到的這些 普遍也都會抓進來 在我們的網站上面 那 其他部分 這個 呃 提一下就是 就是 目前 目前 有查到像 國外這個 這個open art blog 它其實也是利用 Wikidata 那就是 把 一些 利用 Wikidata的特性 然後去做 藝術作品的整理 但是後來發現 跟它好像 其實沒有在各東西 就是 這樣不是很齊全 OK 好 那 呃 demo 其實剛剛前面都demo過 我好像 不用再demo一次 還是大家想看 好 那 demo部分 呃 呃 那 呃 這是我們先 就是剛剛大家有看到 我們寫好的Sparkle語法 大概就長這樣 那 左邊這邊就是它 自己跑出來的 就是 呃 你把 你把Sparkle語法貼進去之後 它會自己跑那個 查詢小幫手出來 那 那這樣子下去跑 大概 還要等個 六十八年 這樣大概花了 一千兩百八十的 洗劫部 然後花了 花了 十六分鐘的時間 那 然後下來大概就長這樣 就是我剛剛抓了 抓了它的 這個Hitem的Label 然後 然後它的別名 它流入哪裡 那這個就是高屏溪流入 這應該是太平洋來大型 太平洋 太平洋還是 應該太平洋吧 然後 AtLabel 是我 我希望可以抓到它所在的行政區 但是因為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溪流 就是沒有被填入 沒有被填入這個質詢 所以這邊抓不到 那另外就是 它的 它的 呃 它的那個 坐標位置 它 有被連進去的一些圖片 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 就是 蜘蛛的夜面廠這樣 然後 就開一個 然後 就是我整理好的 大概 三千 三千四百多條的 直接貼進來 然後 它就會 跑成像這樣子 就是 反正就是 就是 基本上就是整理好的 please statement 的 資訊 然後這邊只要 run 它就會下去跑 但是 呃 這些 就是這三千四百多條 其實還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跑 因為 還不確定我們的資料 是完全正確的 因為一旦 一旦跑了之後 就 它 它的要逆向的話 它只要一條條的逆向 那是 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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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應該要確定說 我手上的 說data是正確的之後 然後 再去 好 這個 re-statement的部分 OK 好 那 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什麼問題 關於 計畫 或關於 data的部分 好 那這邊工商一下 9月6號 9月7號 是 那個 GNV的大收 真的 歡迎大家 是明天 明天開始報名嗎 對 明天開始報名 就歡迎大家去報名一下 這次在台北市議會 這次一定會報名 對 很快很快報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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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